各位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是用科学的法法来说明手银是有害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篇文章到底说什么吧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手银是如何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的 手银让人身体变差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温血水煮青蛙的过程 身体变虚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的 初期没感觉 周期会有点不舒服 可能还能忍受 到最后有个零间谍 往往就是某一天忽然累积心脏 心脏功能出现异常 有的是心率失常 有的人可能会有晕倒的现象 然后身体从这一天开始就变得极差 吃得像老人一样 同日耳鸣心花怕了腰酸背痛 腿抽筋手发抖一下子全出现了 身体就像机器一样 他也是会老化的 要用心呵护才能多使 不论是谁 如果一直不知节制的放纵下去 再好的身体也会出现问题 七少年时手淫自卫 可使信谢工作失常 对正常发育不利 圣经虚亏 圣水枯竭 阳气双围 导致早泻 影响感情 造成家庭破裂 销售 发力 疲劳 肌舌 萎 失眠 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集中 容易生病的 看书报杂志或学习时间不长就头脑 肿占 出现腰酸背痛排尿 一流不清 尿道灼热 会使阴部不适 下腹部肿占的 长情的摩擦 可出现 会阴区和外生殖器 皮肤色素加深 一毛生长异常 学生可有困倦 乏力的表现 青少年前列腺炎之所以如此严重 完全是手云造成的 手云 会引发前列腺长期 反复抽血 造成大量毒素通过正常的血液循环 无法排出前列腺 前列腺就会发炎 手云射出的精液 里面还有丰富的钙质 其实还有大量的其他微量元素 比如 钾 基本上我们身体里面的元素 精液都有 过度的手云会造成钙质的流失 首先是骨钙流失 骨质密度 减少 时间一查 并会形成骨质疏 症 其次 血液中进入大量的骨骼 弱钙 刺激一种叫做降钙激素的 激素分泌增多 形成骨质增生 二十六岁的王先生 最近发现自己有尿瓶 尿急的症状 小腹部也开始 肿战 起初他以为是劳累上火导致的 就没有在意 可是后来 症状越来越 重 他听说性病可以通过洗澡等途径 兼传播 联想起前段时间他和他同学到洗浴中心 放松的事情 他心中没底了 拿到是得了性病 金花之后 他通过网上咨询 预约 走进了生殖男科诊室 在检查的过程中 医生发现 王先生除了尿瓶 尿疾 尿痛 尿道 低白 等排尿症状 以及轻微的 惠音部障痛 外 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性病症状 最终确诊为 王先生只是换了前列腺炎 过度手营 前列腺炎 停前来报道 前列腺炎不是都是老年人才得的吗 我还不到三十岁 怎么会得了前列腺炎呢 王先生非常的差异 原来 王先生从17岁开始 就有了手营的习惯 有时一周手营两三次 青春期的青少年 本来就会对性感到好奇 偏偏又缺乏基本的戏知识 于是名列 黄色已跌 黄色网站 通过手营的方式来追求司机 这是前列腺炎发病提前的主要原因 北京某医院南科专家说 手营制前列腺炎提前来报道 很多男性都认为 青烈腺炎是周老年人的专属病 青年人经历重沛 血气防肝 不可能患这种病 其实不然 近年来 青烈腺炎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七转年时期的青烈腺 分泌最万事的时期 这位兴趣的生长提供了联好的条件 如果不注意个人卫生 机体抵抗力下架 或其他部位发生感染 病原体就会趁虚而进入 前列腺新生 及慢性前列腺炎 另外 七转年时期 如果不注意生活保健 经常抽烟 喝酒 吃刺激性 食物 以及长时间 骑车 久坐的 都会引发其烈腺炎 手蝇就会导致男性功能炸 早泻的疾病 研究一下夫妻间的感情 手蝇一方面使人精神经历下架 另一方面刺激生殖习惯 可能导致阳尾早泻 假如手蝇成为习惯 则更会成为同系列 自恋的病态人格的温床 其实论台早 早已把战术违汗说明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只不过愚蠢的我们早先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大的违汗 居然闪道认为手蝇无汗 得到手蝇的病症出来后 之后再散毁 好了 念完了这篇文章 喜欢请订阅感谢阿弥陀佛 请订阅感谢阿弥陀佛 和声音频道 并不停泪